广西壮族自治区 地处第二集体中云贵高原的东南边缘 两广丘陵的西部 南陵北部湾海面 这里不仅风景秀丽 而且自然资源丰富 无论是在雄伟的崇山峻林之上 还是在峡谷的密林之中 都生活着许多珍稀动物 本期节目 我们就将前往广西的自然保护区 一起探寻它们活动的踪迹 在广西虫左的大山深处 生活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白头野猴 它是第一个由中国人命名的 灵长类动物 目前的野生数量 大概在一千只左右 广西虫左白头野猴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也被认为是 它们在地球上最后的棋息地 朦朦细雨中 黄白相见的崖壁下 一群白头野猴 正蹲坐在洞口的小平台上避雨 一条条长而结实的尾巴 垂在石壁上十分醒目 白头野猴 无论雌性还是雄性 都是黑色 小小的头部 高耸起一左之力的白毛 它的名字由此而来 我们经常在寻山的时候 看到那个猴子 在后面那个山脚的树上玩 那个农民就在地下工作 现在我们那个农民也不伤害它 所以就我们这个场面 我们经常看得见 那关系处理的还挺好的 是啊 它也不吃农作物 两边是那个山峰 下面那个地是农民来干活 对 看起来很明显 路这边就是甘蔗地 对啊 然后这边石山上 白头野猴 就在这边休息 在这边生活 蒙玉宁是八盆保护站的站长 他告诉我们 虫左地区山多地少 人在非常有限的土地上 开个农田 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 风从间的洼地 几乎都被农田覆盖 而白头野猴 是虫左特有的野生动物 他们的祖先 就在虫左的土地上演化而来 后代也一直在此地生存 白头野猴 早已经适应了这里的山川河流 和一草一木 不会轻易离开 所以慢慢形成了 与人共处的景象 极度宾位的野生动物 与人类生活如此贴近 是很少见的现象 但在虫左 每天都很自然地发生着 中间它的怀抱里面 有了金黄色的小猴 这个小猴应该刚出生没多久 我这可能看得不太清楚 我看不到小猴 但是那个成年的猴 现在它在树顶上面 对 它现在在干嘛呢 要吃东西 白头野猴是中国国家 一级保护的母 2012年 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列为极度辨位物中 它们的分布范围很小 只栖息在广西虫左地区 左江与明江之间 一个狭小地带 那它小猴时期是金黄色的 对啊 它长到多大的时候 才变成黑白色 差不多两岁 两岁 差不多两岁 它那个颜色开始变成成年猴 那个形状 我看 你看 跳下来了 跳下来了 关于白头野猴最早的文字记载 是在六百多年前 明代文学家夏妍 在他的诗中描述道 凤凰山市入龙洲 区区名江绕郡流 莫听提缘惊绝语 福波同住 壮千秋 诗中的提缘 指的就是白头野猴 在过去 当地人一直把它们称作 白头乌原 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中国著名动物学家 谭邦杰先生 根据他与黑野猴 相见的体型体态 和独特的体色 才将其命名为白头野猴 这也是第一次 由中国学者命名 灵长类动物 它的体型不大 16到18斤左右 16到18斤 那个前面好 但是我看它们尾巴很长 尾巴比身子还要长 尾巴有80公分左右 它是用来做平衡的 保持平衡 对啊 它跳动的时候 那个尾巴它是伸起来 做平衡 对 我看到它跳起来 尾巴是支起来的 在跳的时候 越来越近了我们了 所以它不是很怕人的 白头野猴 既可以在树枝藤碗间攀圆 也可以在崎岖的石山之间 跳远飞奔 长而及时的尾巴 可以使它们在 绝壁上移动时保持平衡 崇佐白头野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地处崇佐市江州区和浮水渐进南 由间断丰布的四片石山区组成 分别是八盆片区 大林片区 驼竹片区 以及板栗片区 总面积25578公顷 我们所在的八盆片区 是白头野猴种群数量最多的区域 清晨六点 我们出发前往距离城区 最近的板栗片区 我们与保护区管理局 专门为这次拍摄 请来的专家约在这里见面 黄成明老师 是中科远动物研究所的研究员 从事白头野猴的调查研究工作 已经有30多年 我们刚走到山脚下 就看到了已经出动的白头野猴 你看那个黑的 我看有一个在动小黑的 在它黄色的行路上 对对对 因为今天这个光线 光线比较暗 温度比较低 所以它起来稍微晚一点 要不然平时它早就爬上去了 它这个早上醒了之后 第一件事是排泄 上厕所 上厕所 整个板栗片区有44群 450只白头野猴 我们看到的这群 是研究人员一直跟踪观察的家庭 称作拇指山猴群 蹲坐在崖壁上休息的是 成年祠猴和小猴 而此时的猴王小缺 正蹲在树上站岗方哨 他已经八九岁了 这个年纪对于猴王来说 地位岌岌可危 体力已经大不如前 只能靠着曾经的鱼威 震慑周边的猴群 15年就猴王更换了 这个更换了之后的话呢 当时这个猴群的组成是 一只成年公猴 九只成年母猴 到了16年 这一年 从4月份开始 一直到12月份 每一只母猴 都抱了一只小猴 到了2018年 过年的前后 连续又开始出生了 三只小猴 小缺和他的9个妻子 12个儿女 曾经也有过幸福的时光 但仅仅维持不到一年的时间 尽管他已经无数次 打败前来挑衅的公猴 但是在2018年10月的 一次战斗中 小缺败下阵来 舒格丽芝 来自全熊群的年轻公猴 这只公猴 带走了小缺的一部分妻儿 如今这个猴群 只剩下14位家庭成员 那么这个全熊群怎么来呢 那么这个小猴的话呢 刚开始是金黄色的 然后到了半岁以后 就开始慢慢慢慢变色 一岁半之后 除了身体大小 比他的父母要小以外 基本上就变成了黑白两色 那么这个小猴再长呢 长到三岁半四岁左右 好了 这个时候呢 要有重大的决定了 雌性的白刀叶猴留下来 跟他的这个父母在一块 然后呢 雄性的 就儿子 我们说的儿子 就要被赶出去了 这一群这个白刀叶猴的 这儿子被赶出去呢 别的猴群的 这个儿子被赶出来 他们就凑在一块 临时搭伴 构成一个临时的全熊群 全熊群的白头叶猴 年富里强 是周围所有猴群猴王地位的挑战者 曾经小缺也出自这样的群体 但如今他的王国 是整个全熊群寄予的对象 他的最旺盛 经历最强的时间 大概就是四年到五年的时间 当他身体一天天弱下去的时候 然后全熊群里面这些 这些小宫猴是一天一天 一天一天强起来 对不对 所以他迟早都要把他打败 在一个猴群中 猴王最大的作用 就是尽可能多地繁殖自己的后代 通常实力最强的猴王 拥有的妻子和儿女也最多 但是猴王在自己家庭中的地位 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威风淋淋 我们经常会看到 当这只公猴站岗方舍的时候 其他猴群悄悄地已经 走了 走了 显然不是他决策的 不是他带的 猴群该怎么走 猴群该往哪个方向 猴群什么时间干什么 显然不是他决策的 所以他在这个猴群里面的地位 就不是决策者的地位 所以白头叶猴和他相近的 以这样的方式生存的这种领长类 决策者不是成年的公猴 他是一种一雄多次的母系社会 白头叶猴的群体最小的有四五只 最多不超过三十只 雌姓是猴群的核心 领地也是有雌姓世系 而成年雄姓在这个家庭的时间 一般是四年左右 到了这个时间 他除了会被全雄群挑衅外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他的儿女在四岁时 开始性成熟 老猴王被驱逐出去 就避免了近亲繁殖 现在温度差不多十五度左右 但是因为下着小雨 所以感觉还是挺凉的 这样的天气对白头叶猴 有没有一些什么影响呢 有的 就是这个白头叶猴生活在这个地方 它一年四季还是比较明显的 夏天天气很酷热的时候 早上可能二十多多了 甚至三十多多了 那个时候它很早就离开它叶树的地方 进到树荫底下去了 来躲避连热的天气 那现在这个季节到深秋了 这时候天气变凉了 它就不那么着急 所以它到现在还在那个石壁上活动 白头叶猴在石壁上停留 为我们提供了绝佳的拍摄机会 我们距离这群白头叶猴不到五十米 近到它们的每一根毛发都能看得清楚 它们三五成群地坐在一起 互相礼毛 互通感情 一只毛色已经变身的小猴 在附近跳来跳去 嬉戏满闹 当它跳到母亲的怀里时 会被温柔地抚摸 但是当它调皮地跳到哥哥姐姐身上时 就会被一巴掌拍下来 那你是成年的雌性白头叶猴 它多久生一次孩子 繁殖率高的话 可能一年半就生一只小猴了 那它的孕期是多少十米 大概四个月到五个月左右 那它一胎生几只小猴 这个一胎一般就是一只小猴 与其他灵长雷动物一样 白头叶猴产下孩子后都会悉心照亮 在版力片区拍摄时 我们听说了一个悲伤的故事 那时在2015年的五月份 一只小白头叶猴出生了 工作人员给它取名叫小石榴 她的妈妈第一次生产没有什么经验 把小石榴紧紧抱在怀里 但她忘记了自己身上厚实的长毛 和当时闷热的天气 小石榴就这样被闷死在妈妈的怀里 她仅仅在这个世界上存活了一天时间 而这位妈妈抱着死去的孩子 在牙壁上坐了整整四天 神情悲切 最后谁都不知道 这位年轻的母亲八小石榴 安放在什么地方 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母纸山猴群 这些照片是保护区工作人员 梁继彭拍摄的 原本他是想记录 白头叶猴的生长过程 没想到拍下了这样一个悲伤的故事 当天光逐渐变亮 白头叶猴纷纷跳到树上 开始一天当中的第一次密室 白头叶猴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 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做个统计 大概有300多种树叶 白头叶猴选择这300多种的 有110多种树叶来的树 差不多三分之一 差不多三分之一 这个数量还算可以保证他们的生活 没有问题 那么他最喜欢吃的 当然是他最嫩的这个树叶 白头叶猴是典型的素食主义者 有一套特殊的消化系统 用于咀嚼的牙齿特别锋利 能把粗糙的树叶撕成碎片 那一只成年的白头叶猴 它一天的饭量大概是多少 一只成年的白头叶猴 我们看到老在老在吃 我们算过它一天的鲜重 大概是600克左右 600克其实也并不多 因为它身体不是很大 白头叶猴从每天采食的600克鲜蔬叶中 可以获取大量的水分 有效解决了喀斯特石山缺水的难题 但到了秋冬季节 树上没有了嫩叶 它们只能吃一些老叶子 就需要四处寻找水源 它纤细的身材 是不是跟它生活的环境有关系 如果太重的话 是不是就爬不了这样陡峭的实地 是的 它好多特点是祖先遗传下来的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 刚才看到那只小猴 是吧 这个毛色还是灰黄色的 还没有完全跟 变成跟父母一样的 那么它们出生的时候 是金黄色的 更漂亮 所以这个父母的颜色 跟刚出生的小孩的颜色 巨大的差距 完全不一样 是它的祖先遗传下来的特点 很多专家推测 白头叶猴祖先的毛色 都跟幼猴一样成金黄色 当它们掀起到喀斯特石山地区后 这样的金黄色毛发 与石山环境极不相沉 会给它们带来危险 所以才逐渐进化成 现在的黑白亮色 那白头叶猴的祖先 是从哪里过来的 如果我们追溯的话 那就会追溯到这个 林长类最早 是从非洲起源的 其中有一只叫做油猴 就从非洲迁到了亚洲 迁到了东南亚 这个油猴一共有十个鼠 在非洲留下了三个鼠 其他的七个鼠迁到了东南亚 这七个鼠呢 包括白头叶猴所在的乌叶猴鼠 还有叶猴鼠 还有长尾叶猴鼠 还有这个东南亚的那个大鼻子猴 长鼻猴鼠 我们国家特有的三种金丝猴 它们所在的那个鼠叫做养鼻猴鼠 等等一共是七个鼠 生活在这个东南亚 大约一百多万年前 白头叶猴的祖先 从东南亚开始向北扩散 最终留在了重做的石山丛林中 繁衍生息直到现在 它们交配产子逆时 千百年来始终循环往复 白头叶猴的寿命大于二十岁 小缺正值壮年 但三年来 一次次为保护家园而战 已经让它伤痕累累 之所以被叫做小缺 也是因为在打斗中受伤 嘴角一直留有一个缺口 被年轻的公猴取代 对小缺来说只是时间问题 石原地这边一共种了多少种树 我们现在种了二十多种树 主要是白天猴尝试的一些树种 因为冬季植物的生长 它就放慢了嘛 有些还要落叶 在我们中国营工来 种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能解决食物不足的问题 那这二十多种植物 它有没有一些共性呢 共同的特点 肯定第一个它就是 我们卡式的石山那些树种 我们本地的树种 比如说这个木棉树啊 这个平坡啊 还有包括我们这个 培里面花呢 这些都是我们 卡式的地方的树种 白天猴尝试的树种 树叶 2015年 保护区在拇指山下 种植了二十公顷 白头野猴的石原植物 如今它们已经长出茂密的枝叶 现在虫左地区的气温越来越低 这些植物可能会帮助白头野猴 渡过一个富足的冬季